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片全程,欢迎来到全程解说 给大家送上的是街板大时局UPPR POWER VR 不是PR,是POWER VR 那年夏天,1234 打晕了吗? 点一下这把晕了,给你点一脚 点个天灯,你就晕了 我这个 没有,他这种打法确实是 比较新颖 但原理其实跟 红人的弹腿是一样的 原地弹腿 那他不需要带方向,他原地弹腿就可以了 走,那这也是 比较考验选手的这种 思维能力 1,2,3,后撤一下 怕对方升龙 先摸光头,再落地 看你的反应 就是说你反应不是很激烈的话 继续点天灯 Hager,走 那Hager 打春莉也是比较吃亏 不可笑,刚才那把没有打中 失误了,比较严重的失误 原来是为了后面这手生龙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抽动啊 好,反身,守一波 进身,一波,升龙,倒地 1,2,3,三连 空中一个翻弹,落地 一波 那春莉要接近对手 有生龙的对手 确实比较难 好,扣一下 落地 落地 原地捏 反身跳再捏 刻过来 一个中手 中手 几回 扣一下 没有刀 撕尔血 点 呜 漂亮 原地 点天灯跳 看一下第二局啊 那双方这种打法 一个攻一个省吧 来了 那老总监 确实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 因为对方这个跳跃实在是太灵强了 就得 跳脚蜜蜜吃起来 优质跳脚蜜蜜 谁吃谁知道 好,再跳 不跳了 不跳了 你要打乱他的节奏吧 不过他也无所谓 跳得比较高 他在空中可以调整的时间比较充 一波 来 好,空中一个交汇 一二三四 两P还是发威了 还是发威了 那基本上 血量占优的时候啊 这个心情也是比较放松 那看一下怎么来追对手 那看一下怎么来追对手 那纯粒比较吃亏 这么打的话比较吃亏 好 中手压一个硬质 反身跳啊 没有反身跳 就后撤一步 就是怕你生了五 来 寡头 你的头 这个亮度一点 不太够啊 我来给你捏一下 一二三 来了 这个 跳脚蜜蜜 大师 大腕 跳脚蜜蜜 反身跳 撤 三血 点死 我就说不出意外 他的点死以后反身还弹个板边出来 秀就要秀 秀到底 看第三局 一边反身一边升龙 表达Higer 一二百点 一波 两波 不起作用 这一招不起作用 他前跳的话 呜 还是起作用了 说的太早 来了 过来 轻声 两下 两下 不敢动 轻声 然后成功 呜 什么鬼 看一下第三局 双方 其实 都有机会 那现在两批感觉比较适应一批的打法了 一二三四五 刚说完适应就不适应 一二三四五 说了就不理 捏一下 那一下始终躲不过去 真的 这一下真的太吓人了 嘟了一下起飞 很不可觉 看一下第二局 进身 一波 两波 三波 刚才那一下确实很难躲过去 一二三四 哎 差了失误了 这种失误的话 确实比较懊恼 对观众来说 或者对选手来说 只有两批感觉到庆幸 一二三 好 买点 小朋友 你炫的挺好看 请你停下你的脚步 好 点个天灯 我弟兄弟 你要去哪里 哇 刚才这个反向点 这天灯点了 非常的正步 完了 一二三四 哎 什么鬼 打晕了 再见 一二三 哇 哇 可笑 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 不错 不错 看一下双方第四局 那春丽前几局表现不错 也是打出了比较亮眼的操作 满身 从光头上擦的头皮 激速坠落 一二三 一二三 光头很不满意 一二三 光头很不满意 两波 好 还发波 刚才是个小点甲 小点甲 哇 这一下 打掉了海量的血 对 科学 科学 这个精神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完整 看 对 对吧 独你出招 一个狐狸精神 独你出招 可惜对方并没有出招 又来 他们这些 狐狸一波 想点甲 再来 快去跳 梦 海格 直接被捏掉 所以把 南部科学 目中交汇 你叫海格 我就要捏你 美叫必捏 雷 再见 哇 这一下还是没有点 还是没有躲过去 死了 好看一下双方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帕尔V这个春丽确实很新颖 这种跳法 他的跳法也不太一样 跟其他选手 1 健康 空中交汇健康 获地带你站稳 物漂亮 1 2 3 4 一个勾角 一个强转 强转 真的蛮难的 对于光头来说 这个尖耸的 已经万乎所以了 一波 两波 跳入跳入了 因为他的 收招硬直比较长 所以说他跳入的话 还是有时间反应 开花开花 1 2 3 4 一个绕后回正身位 又是打的强转 1 2 3 4 5 在这边点已经勾就了 完了 好 开始飘头 开始飘头 哇 大晕了 再见 1 2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双方护袖了 双方护袖了 已经在护袖了呢 走 好 一个上楼 不要刀 1 2 好 过点 飘头飘过头了 手臂 好 再捏 小神威 好 逆箱 诶 那这把打雷先手啊 倒地 好长啊 这一下 对方都没有动啊 起身 想哪招 就被捏了 还是被勒死了 最后 哈哈 在地板上摩擦 好 这把打雷先手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